跑为人师 迷惑发言 汪涵的文化素养到底有多高 某次讨论会上 汪涵正在炫耀读书人身份 却遭陈丹庆无情吹穿 看来两人是没啥交情 说话才会这么不给面子 佳玉雪让帝好心 拿给汪涵一把赛 可他却表示 这是透明赛被黑的最惨的意思 节目中 许家瑞对小五的作品 做出了高度评价 这些作品 跟汪涵的作品 这知名不凡 所以你才是真正的艺术家 一旁的汪涵明信不符 不断插画 今天有画一个海 非常感性的人 然后呢 你是不是有一条道路 碰上你人生的高点 不是 你很烦呀 所以我想 有一条道路 早上爱做决定 你看你这边有很多 很多好小事 你心里面其实很复杂很乱 你这些点点里面 有没有小狗 不会 没有 这就是一个主持人的 专业素养吗 不过汪涵却十分注重规矩 谢可颖给众人倒了茶水 在她眼中就十分不满意 这个 这老先生 茶嘴不能对着 对 你也知道啊 老先生们 其实很在乎这个 前一秒 让人边吃边聊 下一秒去 只好边吃边聊这个 我这么一回头 我看到可音 在对我点头的时候 果然是喝了一杯酒的 你要是喝了两杯酒 你肯定就是这样吞下去了 我有很想你都能在听 这刚说的话 怎么转头就忘了呢 再过得刚收下欧帝当土地后 我还每次提到这件事 总是明朝暗讽 你曾经在我身边 也待过将近十年 既然已经认贼 证明 欧帝这个人 有眼 有眼 不愧是马桶台的情商担当